再来就是若遇称慧者说丑陋龙残暴 若遇签令者说所求为怨暴 若遇饮食无度者说极可业并暴 说这个长相庄严 我们上几集就有说化佛 对不对 赞叹佛 对不对 意念佛 还有第二个 上两集也有讲 用个婆罗门女跟光木女 大家就来去看影片 就是说她是称赞佛 一个长者子 地藏佛菩萨投胎的长者子说 佛啊你怎么 你做什么好功德 咋生得这么中阳 相貌庄严 然后佛就跟她说 我就是慈悲众生 久远度托一切众生 那现在跟你讲 为什么会变愁呢 听太气 你看在泼妇骂街 早期我还没出家之前 因为我做过菜市场 我就经常泼妇骂街 我就看 我就翻起 我以前的相片 哎呀阿弥陀佛 这是我吗 怎么那么丑 所以 其实 现在有些人 就是我出家之前 就那时候读大学 他们说我什么 长得好看什么 我都不太相信 因为我的印象中 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是丑的 因为我很爱放脾气 那个阿修罗 那个修罗女 西藏 西藏不是最会讲 那个修罗女吗 修罗女是长得 其漂亮的耶 可是她很爱生气 那个例外 可是问题是 再漂亮的女人 她只要生气起来 怎么看都不可爱 所以呢 不要生气 不要就是说 你容貌如果丑陋 就是会怎样 就是因为你爱生气 而且 生气有一个 很可怕的果报 还会残废 就是说 一个爱生气的人 你想想看哦 一个爱生气的人 如果他常常都拿东西 攻击别人 别人不会反制他吗 那反制他 如果不小心 把他打伤了 怎么办 是不是就残废了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 从自己的身上 找原因哦 不是说就是 遇上了什么事情 老是怪罪别人哦 一定都是跟自己的心念 果报所感召 你这时候当做的是忏悔哦 然后 还有就是 若遇签议者 说所求为愿报 就是说 我们对别人 不要太签议 我们刚刚已经举例过了 就是说 我们明明就是有一些 食物 然后有一些 就是 可以让别人 可以止渴 比如说当下 如果你就没有钱 就算了哦 即使是像我这样 健保费 拿不出来 手机费拿不出来的人 但是呢 我在寺院 如果收到什么食物哦 我还是很知道 就是要去分享哦 因为我很清楚 那个福不能完全自己受 你越是贫穷的人 你越应该要不失 然后你越是没有钱的人 你越一定要做 更多公益的事情 而且呢 你这样做的话 并不一定会抱在你身上 有时候是会抱在你的长辈啦 或晚辈身上 就是说 就是说你所布施的 有时候是他们会带给你 就是说让你 宽宁忧虑 你听懂 你听懂意思吗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吃苦 你就当妈妈当爸爸的人吃苦 然后你就觉得说你的果报不会现钱 其实有时候是抱在你的子孙 或者抱在你的父母长寿 或抱在你的父母就会有吃穿 你的孩子有吃穿 就类似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越是 就是越没有钱的人 其实你身上有什么 你看路上骑机车看到那个 有没有穷穷的乞丐啊 你其实如果你有刚好有买食物 你就有多了一点 就算你只是分他一瓶养乐多 也都很好 因为他要感受的 其实不是你那些吃的穿的 他要感受的 就是说这个社会 其实还有一点温暖 还有一点关爱 这种祥和之气 我们最重要其实是要 要掌养我们这颗心 而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 因为如果你一直就是很牵利 牵贪一直就是找别人 找别人就是说 贪小便宜 就一直找别人说 希望你给我什么 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可是你都没有看 你自己有没有带给别人 什么样同等的价值 跟就是回馈 你这样一直吝啬 一直吝啬 然后一直计较的话 你会怎样 人家是欣赏事成 你是所求为愿报 有一点要注意 就很多人就会一直在那里 怪罪什么 我比巴兰卡临近 有没有 我比巴兰卡打拼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都没有欣赏事成 你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慷慨不是说 你今天有钱赚一万块 就这一餐就把一万全部吃完 都全部去送大家吃到饱 不是这样 而是在您行有余力的时候 比如说 举例就是说 像我们有时候在寺院前面 就会很多人看到法师 就急着要供养 法师你这一顿午餐让我来供养 好不好 那一顿午餐让我来供养 那拿来的饭呢 我们也是去斟酌 就是说 这个太丰沛了 太多了 我们就想办法去看 其他法师有没有吃 一定要分给他 或者是说 寺院里面的员工啊 或义工 他们有没有吃饱 赶快就分送给他们吃 因为他们都是 对公益事物有付出的人 就是这些人 我们就是要去照顾 或者是说 我们还要去观察 就是平常那个垃圾是谁倒的 厕所是谁扫的 地是谁清洁的 桌子谁擦的 要去看清楚这些付出的人 我们知道有好康耶 有没有 好的食物就赶快去分赠给这些人 或者是说 你就在那边寺院 然后就前面 车子过去 就那种衣衫蓝绿的穷人 你自己手上就是有多余的食物 你不要吝啬哦 就是给他吃一点都没有关系哦 好的 若欲饮食无度者 说饥渴夜宾 就刚刚说食物嘛 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就是这样 那个便当啊 仔细看哦 打开都是很多吃不完的食物 吃不完的食物你要 就是吃多少买多少 然后吃多少煮多少 有没有 你都要去衡量哦 像我们出家人 不可能要求你学我们这样 要日中一时 或者是说 就是学我们这样子 就是说尽量就是 有没有 就是我们是不至于 希望你就是这么节俭 我也是希望你三餐吃得饱 可是你吃的浪费的那个食物 你怎么整理它 你愿不愿意就是跑一趟公园 或者去看看 有没有谁 是比较缺乏的人 然后跟他问候 然后去知道他的去向时间 会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 因为多余的食物 你其实可以打包一下 然后就送过去给他吃 这都是行善哦 又或者是说我们看到那个 卖菜的先生 他那个菜有的 还有卖水果 那先生的地摊啊 他有时候那个都快烂掉了 你就帮他跑一趟嘛 他做他的生意 你就让他安心 好 我常常就被请托 师父你在帮我带一送 我看那自助餐还是送我 流浪汉 都会帮他 虽然已经回来了 还是会替他跑一趟市区 就是去帮他送这些菜 去送给 就不能浪费掉 那些水果也不能浪费掉 水果就送给流浪汉吃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菜啊 就拿去给那个自助餐 赶快请他们煮完 不能浪费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很习服 很习服 米干菜叶不弃于地 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小善 而这些事情 其实我都做了十几年 我都觉得 你不要以为你起心动念 这么小小善行 都好像没什么 这些基小不得了 基到最后 你可能会变成巨富 没有啦 我不是说你这样会成为巨富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活得好好的 健康那就是巨富啦 然后你可以 就是才心想事成 然后有多余的福报 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你还可以有多余的心力 有没有 我们还去照顾消防员啊 有没有 照顾那些 呃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去 不只照顾消防员 有时候都会 心理衣食 我觉得他们 你不要看他们好像赚钱 很可很很棒这样子 过着高尚的生活 有些老师啊 有些心理医师 有些警察 还有些义工 志工 那需要我们精神鼓励呢 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很疲惫 有没有 或者一些照顾那些 嗯 身心 身心 祝他 认识这一切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哪里 饥渴夜病报 就是说 你不要浪费 哦 满汉大餐 有没有 吃几口 咱们大小姐 有钱付给你 有没有 这等海散 咱们都不吃了 不好吃 就走人了 然后一堆 鱼啊肉啊菜啊 什么的 一大堆 放在那边 这样会怎样 以后你就赶着饥渴夜病报 饥渴夜病报是什么 你会生咽喉的病 而且你会受饥渴的果报 而且你会经常口渴 你现在天摇地动 天天的 你更要去注意你细微的这个心念 跟做好这个 这个就是鸡善 这就是行善鸡得啊 对不对 你明明就是不用吃到那么多 你点那么多 煮那么多 然后浪费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肯吃少一点 然后摊少一点 然后少买一点 少煮一点 对不对 那也少几条鱼让你吃啊 就是 或者你真的就已经吃了 把它打包起来 然后出去送给 就是需要的单位哦 像以前我们也会去关心那个 像残障院 像彰化这边就有磁身 那种天主教的那种 就是他们接受很多的 像荣芒阴雅的人 那很可怜 他很棒 我赞叹天主教 他们都愿意去付出 去做这些很不简单的善事哦 所以有时候你有那样的食物 你应该要去考虑到就是 这真的是要教育哦 我也觉得就是说 也希望有什么样的法令哦 然后能够在那个各大这种餐厅啊 也是关于厨余的规定哦 不要再放纵他们 这样浪费厨余 或者是说有什么爱心单位 然后你会有一个爱心食物传递箱 然后设在看Sieben啊 加油站啊 或者是哪边的公共单位啊 我是觉得像这种便利商店挺好的哦 因为毕竟比较容易蹲亲目里 然后就是把它标明 像学习国外这样子 他们都会标明这个食物的日期 然后赏位赏位时间可能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三天 然后就会有定期的那个收厨余的 像可能是呃那个什么鸡鸭鹅鱼肠 他们就可以不用去买飼料 他们就可以去定点的去拿这些食物 去给什么喂鸡鸭鹅的 有很多的这种循环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去把它制定一个很好的善循环 让它轮转哦 再来就是若遇天猎自情者说精狂丧命报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猎人 然后经常就是让那些鸟啊 兽啊 畜生啊 惊吓 那你当然也会 就是遭受这个可怕的果报 你一定会惊吓 惊吓而丧命 那很可怕 再来背逆父母者 说什么天地灾沙暴 现在就是地震啊 雷坯啊 大洪水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这样做的话 你就是要经常去赞叹你的父母 就是说父母再不好 还是你的身体 每颗细胞都是他生的 报父母恩中南报经就有讲 你替父母 有没有 就是你替父母再怎么 报答父母的恩情 就是你用你所有的血啊 骨头啊 肉啊 去还父母的恩情 你都是还不起的 还好几世你都还不起哦 因为你这一刻 你这一世明明就是他生的哦 你就是得去回报哦 所以这很重要 如果你还一直违背父母亲口跟你讲 你应该怎么尽孝 那么真是天地不容 你就很容易感应到 就是遇上出家人跟你讲的话 你还是更要记在心里面哦 就是说这些事情呢 一定不可小看 他一定是因果哦 就是不可能太晚报 出家人讲的话 极大可能都是现世报 因为出家人他会跟你讲 就代表这件事情 他才会去开口去提醒你哦 否则一般出家人不愿意犯这个戒律 就是说去提醒你因果 因为出家人也很清楚 不想介入别的人因果 他修的是亲近报 亲近福 想亲福 所以他因为积了很多的 不要名 不要利 不要财 不要富贵 然后把自己所有好的部分 全部都送给别人去享受 他要求的其实是想亲福 而他愿意毁掉他这个亲福去提醒 亲近的福气 他愿意舍弃他这个亲近的福气来成就你 就是代表说这件事情一定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果报 然后他会提醒你一定是苦口婆心的哦 否则他不可能舍他亲近的福报来去给你讲这种事情 就是说像地藏龙菩萨明明当佛 想亲福 当佛多幽灾啊 他偏偏跑去当地藏龙菩萨 跑去地狱去看那些 有没有 有没有 铁做的恶兽 有没有 然后吃那个 吃那个男子女人 然后烧烫烫的海水 有没有 去看那个地狱 他怎么要去受那个果报呢 他 可是他心是亲近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舍他亲近的果报 他就是 要成就你哦 成就你脱离这个罪业 所以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 一定要 依教奉行 诸恶末做众善奉行 如于烧山荧木者说狂民屈死报 就是说 人家在山 整片山 那桥子都长那个什么 恶养化 它那是平衡 这个地球平衡 你偏偏把它砍掉了 砍掉了 你表面上你是赚到这一批 树木 实际上你是毁掉一大片人的 呼吸跟那个生命 生命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是说这个 蝴蝶效应 就是说少了这些 二氧化碳 它将产生什么样的 动物不能生存 产生什么样的动物不能生存 又产生什么样的环境被污染 而产生什么样的供业效应 这极巨大的影响 都不是我们智慧想象得到的 可是你就偏偏去烧那个山林 有没有 那造成很多污烟瘴气 把别人的肺 那个肺部啊都污染掉了 所以他会怎样 他说狂迷取死报 很可怕哦 你就会怎样 癫狂啊 癫狂自杀啦 或者是说突然就 反正你就没有善终 那何必呢 你就何必去赚那个钱 有那么多钱可以赚 何必去赚这个钱 然后去得这个果报呢 这是我劝你的哦 经文这么写 我们就一定要相信哦 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 说反身鞭挞先受报 就是说后父后母啊 很凶狠哦 就打自己不是亲生的女儿 那你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将来你就会投胎 再做他的儿女 然后对他偿还辞报 所以不要这样哦 我们既然做人家的后爸后 后爸后母 你看那个老师 老师就没有血缘关系 有没有 对那个学生很多都 给钱耶 给钱给爱 又给关心 有没有 无私无常的 像心理大师 写那个毛笔字 写到九十几岁 眼睛都看不到 怕被他吓 他只知道他写出来的字 就是有人买 有人买 我那个大学就 学生就有饭吃 就有办法 有那个大学 有经费运作 就可以老师请得起 那个老师的薪水 负得起教授 负得起薪水 诶 那个学校就可以运作了 就可以教育出 非常多善良的人 出来贡献社会 那心理大师都看到这一块 你看啊 有没有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后父后母 为什么要这样疼爱你 更何况你已经都挂了人家的名义了 就是后父后母 你只要 就是当人家后父后母 你把人家当亲生孩子 这样付出的话 那孩子都是有感情的 他久了之后 还是会暴打你 一定都不会 一定都不会 那个因果一定都是现成的 不可能就是你做他受不可能 一定都是自做自受 而且是自修自得 反身边他先收报 这是就是他会再重新投胎 让你遭遇跟他受的一样果报 若欲亡补身处者 说骨肉分离报 我们这上两集就有讲 不要毁放三宝 谁 婆罗门女的妈妈 有没有 就会毁放三宝 堕入地狱 而且是五间地狱 这个婆罗门女还要去卖家宅 有没有 卖家卖田 有没有 去把他妈妈救到升天 你想想看 你有地藏王菩萨这个得恨吗 你妈妈毁放三宝 马上去把家里卖了 有没有 超度你母亲 所以 真的不能轻易地毁放三宝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法师 他要去弘法 他一定有他这一方 跟他有缘的教化的众生 如果他影响力是上亿人 上千万人 那你的果报也是相对的 因为你影响了那么多的惠命 然后就会怎样 龙芒阴雅 这很可怕 你就会变成瞎子龙子 或者是深阴沙芽的人 这样的报应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让他讲的佛法 传不出去 然后没有办法去帮助对方 毁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如果这个法师 他就有办法讲到 让对方就是 去受五戒菩萨戒 那你想想看 你就挡了一个人的五戒菩萨戒 那很可怕的 如果你挡了千千万万人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那些法师 虽然是凡夫僧 可是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因为他 这个凡夫僧 你要礼尽他这个凡夫僧 你才会获得福报 就是说 我们后面都有 诸佛菩萨隆天 在看着你跟这个法师 所以这个法师是假僧人 也没关系 你礼尽他 功德是你的 但是他是假僧人 你毁谤他 罪业还是你自己的 就是说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那你当法师的人 你自己也是要做得好 要真的要清修 真的要清静心 然后真的要真实的实践 然后真的 就是你的24小时 你除了吃饭睡觉之外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 弘法立神的事情 就是你要扪心自问 就是说 你现在在造业 还是造福 我们都一定要 对自己做这种 大忏悔 大反省 不要造成别人 毁谤的对象 然后如果真的被毁谤了 没办法 你也是真的要忏悔 然后也是 如果我们看到 别人毁谤法师 我们也是要出 不要当哑阳僧 我们一定要出口去劝他 而且我们要态度温柔一点 就是柔软一点 态度柔软一点 不要用那种就是 邪言邪语 邪言邪语 以及邪言邪语 就是说 一定要用八正道的方法 去规劝 用英国的故事去规劝 或禅宗公案 不要自己发明一些 有没有 邪屁的言语 或者是邪恶的 像有那个画图 画了邪恶的表情 你已经是 道场的代表 就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 因为你这不是在传承好的 你在传承坏的榜样 就是说 一定不要去做 毁谤三宝 然后一定不要去看清 清法慢教者 说勇处恶道报 就指这个 就是说 不要看 看不起佛法 就是说 那个是大称的啦 那能言经是 甲经 伪经啊 那个地藏经 也不是都可以信 那地藏武菩萨说的 又不是你说的 对 你就信地藏武菩萨说的 你不要信我说的 不要侵卖佛法 也不要侵卖佛教啊 我们一起来 让这个社会 共同争善美 我称赞你 我赞扬你 我赞美你 你竟然可以 在这么害怕 天摇地动 这么人形 这么晃动的时候 你站出来 让大宗来 写平安平安平安 我看到那个平安哦 我就看到 跟看到阿弥陀佛一样 我一定给他 按赞按赞按赞 因为我要鼓励 他们做这些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对他而言 那是他的信仰 虽然我们是非佛不做 可是他做的是 真善美 我要支持他 让他感受到 佛教的人 是很良善 是很好相处的 我们不鼓励 用争斗 对峙争斗 我们鼓励用忍耐 慈悲 柔善 去跟对方好好相处 就是说 一定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说 不要就是 亲法慢教 就是说 不要亲慢别人的宗教 但是呢 也请您不要 亲慢佛经 跟亲慢佛教的人 就是说 其实在家中 我们也是要很尊重 这一点 我们都是要去理解的 阿弥陀佛 彼如公花时 分不住彩色 希望去向 大众无差别 大众中无色 似中无大众 一步里大众 而有色可等 嗯